一人黄渤、周迅 与2019年合作拍摄犯罪电影《涉过愤怒的海》 该片《最近终于禁党》 将于下个月在中国上映 电影的官方账号 日前公开了一段拍摄的花絮 是两人需要拍摄周迅在海边溺水 被仇人黄渤救上岸的桥段 剧本中原本安排了黄渤将周迅报上岸 但两人排练过一遍之后 周迅认为两个角色竟然是仇人 那么对待彼此应该更狠一点 建议黄渤像脱垃圾袋一样 把自己从海里脱上来 还亲自示范了动作 要对方把他甩在地上 接着黄渤听取了周迅的建议 开拍时直接拉着他的一只手臂 把他粗鲁的脱上岸 然还岸上布满尖锐的石头 周迅裸露的背上出现多道血痕 肌肤也被摩擦的发红 但他完全没有抱怨 反而在看到拍摄成果后 满意的笑出来 引来不少网友赞叹直呼 这才是真正的演员